罷工進入第四天 一早還是有機需來早就要檢定證 截至上午已經超過600分 真正的國旗機制是不到1200 不到1200的情況之下 我們600多已經是過滿了 罷工繼續增加滑航緊急調度航班 11號一共有26班次取消影響人數 預估超過4000名旅客 罷工四天81班次取消延遲 估計已經破萬名旅客受影響 我原定在倫敦的行程 需要做一點調整 他們不應該這樣有辦法 是不是 要罷工早點講 我們好安排 解決罷工張局在交通部協調下 公會也將在下午 無電與華航再度上談判桌 這段時間還是一條一條的討論 如果有一些特殊的狀況 比如說機場很難降落 或是說航路 平常就非常的比較險峻 那這部分我們可以拿出來 來做一些這個討論 不過華航股價也受到影響 開工日一早開盤 就跌破10元關卡 開在9.95 最低價則在9.92 跌幅達到5.9% 華航計算罷工三天 減少7800萬的營收 不過相較於三年前 空服員罷工三天損失5億元 目前看起來算是小傷 但如果機師罷工持續 人力調度壓力浮現 後續運能下滑 損失勢必再擴大 記者綜合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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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